邵羽 妈之所以反对你和依然在一起 因为当年她爸 是咱们家生意的竞争对手 我跟她爸爸在商场上 有很多的明争暗斗 这些你们都不知道 后来 我联合了几家公司 用了很极端的手段 把他们家的生意彻底给击垮了 所以我一直担心 依然是故意接近你 是替他们家来复仇的 妈不得不替你防着点 邵羽 妈知道当你那么做 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 但是生意场上 本来就是你争我多 不能有半点怜悯 否则被击垮的可能就是我们 你要明白妈的一片苦心 明白 现在明白了 都明白了 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再去追究谁对谁错 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只是这样看来 依然其实也是一个受害者 那没错对吧 少羽 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其实有件事儿 我应该这回回来就告诉你 但是我没说 你还记得依然吗 依然的妹妹 那孩子挺可爱的 怎么了 是啊 又可爱又聪明 但她不是依然的妹妹 是我女儿 是你孙女 你是什么 她是你女儿 你当时逼走依然的时候 她已经还了我的孩子了 只是她没有告诉你 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离开 现在独自抚养的长大 依然 真的是你女儿 是我的亲孙女 是 是 妈 你把我养的 知道养一个孩子有多不容易 所以这些年 依然受了多少委屈 受了多少磨呢 我想你也应该明白 而且她遭受的这些罪 而且她遭受的这些罪 或多或少 都是由我们见解造成的 你说是吗 所以过去这些年 不论依然做了什么 对也好 错也好 那都是过往了 我希望 你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心态 去看待她 如果实际允许的话 我真的希望你去多和她 接触接触 多去了解了解她 你会对她开关的 妈 依然 选择为了我生下这个孩子 并把她养大 你觉得她心里还有恨吗 所以请你相信我 相信这个你儿子 曾经很有心来过的女人好吗 谢谢妈 她在这里 她们 如果她老师 还是就着了 谁 你 是 有 谢谢妈 是 是 来 好 一雅 你帮我看看 我是不是全做对啦 我看看啊 一百分 继续把后面的也做了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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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 三番五次地拆散你和少羽 昨天少羽已经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她都告诉你了 我也是个女人 也是带孩子过来的 我知道一个女人独自抚养孩子 又多么的不容易 这些年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其实这些年有依恋陪在我身边 更多的还是快乐 而且我一想到 依恋是我跟少羽的孩子 那些苦啊 累啊 真的都不算什么了 我今天看见你和依恋 你们生活在一起 虽然过得并不富裕 但是却很充实 也很温馨 我真的非常感动 都怪我 太自私 一味地要求少羽 按照我的意思去做 让你们两个 承受了这么多年的痛苦 我希望你能回到少羽的身边 你们两个应该重新在一起 阿姨 谢谢你 终于接纳我们 但是现在少羽已经喜欢上别的女人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他喜欢上别的女人 他绝对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的 他跟李密在一起了 他不可能和李密在一起 如果真有这事 我早该知道 他一定是在演戏给你看 演戏 这里肯定有原因 他现在干嘛还要演戏啊 他没有理由再骗我了 不如 我们一起去找他 当面问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很大的 嗯 我 这个 来了